歐洲有诺贝尔奖 在亚洲则有润泰集团总裁 尹远良发起的唐奖 号称是高规格的东方诺贝尔奖 第一届颁奖典礼预计在今年9月登场 主办单位特别先举办了奖章的设计比赛 现在得奖结果出炉 是由日系品牌无印良品的设计师 身责职人拿下了奖章设计冠军 获得了50万美元的高额奖金 由润泰集团总裁尹远良发起 有东方诺贝人奖支撑的唐奖 设有四个奖项 每个奖项的奖金高达新台币5000万元 奖金之高引起各界瞩目 事实上光是奖章设计比赛 也发出高额奖金 前十名入围者就能拿到5万美元 也就是约150万元新台币奖金 奖章是采取国际公开邀请竞赛 然后由我们国际级的评审委员 共同来评选来选出 奖章金奖得主 不可少啊 哪有 经过一番激烈角逐 唐奖教育基金会 22号公布奖章设计奖得主 是由来自日本的 孙泽职人获奖 他同时也是日系品牌 无音良品的设计师 螺旋曲线设计简单 孙泽职人脱颖而出 暴总50万美元奖金 而他所设计的奖章 主办单位也将以总重量 214克的9999纯金打造 成为唐奖的永久奖章 除了奖章 唐奖连证书也举办设计比赛 不同的是只开放给国内设计师参赛 第一名已有新台币100万元奖金 吸引许多设计师取之若鹜 第一届的唐奖颁奖典礼 预计九月举行 从奖章的设计 就可以看出主办单位的阔气 也让外界更期待 颁奖典礼还有什么惊喜 雨电TV万云飞出新意 台报道